这世上有太多的阴差阳错 有人从小想做老实 长大后却成了厨子 有人梦想踢球 却最终当了画家 当然也有些一出道 就想成为功夫明星的演员 却最终靠演习去走红 女心王志就是其中之一 王志早年曾出演过王小明的《金钟月飞》 跟赵丽颖合作过《妻子的秘密》 搭档刘凯威 林肖素参演了画皮和超级温序 如果非要给王志在影视圈里找一个模板出来 那它就应该是杨幂和刘诗诗的结合体 尤其是这张精修图 脸的上半部分像刘诗诗 下半部分像杨幂 并且王志同时间有刘诗诗的气质和杨幂的身材 壮脸不可怕 谁丑谁尴尬 王志可能是杨幂最不愿意同框之人 若只是单单鼻梅也就罢了 可王志曾因长相跟杨幂相似而引起热议 高咖明星自然 是不愿意被迪咖明星捆暴 被分走流量不说 一些不怀好意的人还可能拿王志当法则来攻击杨幂 然而世事难料 再不愿有时也非愿不可 王志和杨幂同演过翻译官 两人曾在剧中同台同框表戏 戏品这次同框 发现杨幂确实要比王志更耐抗更大气一些 能成为大明星还是有道理的 即使杨幂这些年面临着发际线升高 脸僵 越来越油腻等种种问题 也依然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单论长相和气质确实是杨幂更像小姐 而王志更像丫鬟 女主女配高下利剑 很多人并不知道 王志刚出道时其实算个功夫明星 他幼年学武 别人靠瑜伽健身 而他靠武术 从第一步戏就一路打个不停 可惜一直没活 直到夏洛特烦恼中 王志是演的秋雅 完全抢走了女主角所有的光环 依靠让人眼前一亮的相貌和火爆的曲线 吸走了观众全部的注意力 多年的后继勃发终于如愿以偿 可惜火是火了 这个满脸娇羞的角色却白瞎 那他那一身功夫 糊涂施展 一个梦想做大型的演员最终 却只能靠演喜剧走红 不得不让人感叹一声造化弄人 这是妥妥的张飞秀化 初中有戏的 靠喜剧走红之后 王志开始连续参演 开心麻花的写剧电影 俨然成为了一位邪星 命运为他关闭一道门 就会同时打开另一道门 开红的人永远不会被埋目 即使不能做一个人人 拱手敬佩的大星 凭借他教好的外形 王志依然能做喜剧界 最仰眼的那个邪星 对于如何做好喜剧演员 王志完全可以像张小斐学习 张小斐和王志一样 有着亮丽的外形和修长的身段 就当他的同学杨幂 袁珊珊等人在偶像剧里 哭了梨花淡雨的时候 他却在台上张牙舞爪的搞笑 完全没有偶像包袱 事实也证明他成功了 张小斐可以 王志自然也可以 所以